全球的小伙伴们 大家现在好 我是酒令 坐标美国洛杉矶 感谢公司给我这样一个 分享的机会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来美国十多年了 来美国之前是一名职业经理人 掌管过两家外资企业 来美之后 就成了一名全职家庭主妇 想象中的生活应该是 喝着小酒 覆着面膜 岁月一片静好 可实际是刷不完的碗 脱不完的地 鸡领狗碎一大堆 这种简单的重复的体力劳动 我是可以克服的 但是在精神上 我逐渐迷失 找不到自己 尤其是当我的孩子们 逐渐长大 他们不再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是谁 我来人间一趟干嘛的 难道就这样刷锅洗碗 走进坟墓吗 想想我都觉得好可怕 而且人到中年以后 我也清晰地意识到 孩子不是我们的 老公也不是我们的 只有我们自己 才是我们自己的 因为我们的孩子 没有办法活成我们期待的 从容从凤那个样子 老公也不可能活成 我们想象的样子 所以我们只有把目光 定睛在自己的身上 我们不断地改变自己 不断地提升自己 才能把自己从这个 中年危机的泥潭当中 拉拔起来 所以我就在想 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或者是平台 可以帮助到我 感谢上仓 这个时候让我遇到了Sri 当我听说 K木贵女士 她是全球 化境电商的第一人 她带领着40多位 在这个领域 已经拿到了百万美金 千万美金 已经成功的创业人士 一起来打造这个平台时 我就知道 对于我这样的一个 创业小白 我只要简单听话 跟着他们成功人的脚步 就一定可以把我 带到财富的顶端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 选择这个平台 我急切地想要改变自己 当下的一个状态 经过这一年多的打拼 我也拥有了一支 两百多人的小团队 他们分布在美国 澳洲 泰国 香港 中国 我感恩这个平台 让我这个足不出户的 家庭主妇 有了一支全球的战队 我也非常感恩 我的小伙伴们 他们让我不敢 有丝毫的懈怠 让我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进取 不断地成长 我希望在这个平台 和我的小伙伴们 我们可以手拉手 肩并肩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破茧重叠 实现我们的时间自由 财富自由 心灵自由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来给大家分享 这样一个创富的机会 首先我们来看财富的解谜 财富从哪里来 我们都知道 中国有句古话叫 时间等于金钱 时间是怎么创造财富的呢 时间是一比一的创造财富 还是一比几的创造财富 我们在过去的 创造财富的过程当中 一般都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说打工 我打工一小时 拿到一个小时的收入 打工两小时 拿到两小时的收入 这个时候 你的时间和财富 就是一比一的对等 当我们打工赚到一定钱的时候 我就在想 要投资做一个生意 这就是第二种赚钱的状态 当我们投资做生意的时候 我们不光要投资时间 而且我们要投资金钱 投资人力 这个时候 你所创造的财富 和你的单个的时间 就不是一比一的 简单的这种对等的关系 就掺达着很多 原始资本的这样一个积累 到了第三层赚钱的模式 就是投资金钱 我们俗话说的 就是用钱来生钱 当我们用钱来生钱的时候 我们渐渐就脱离了 时间的限制 我们就可以在钱生钱的过程中 实现我们的时间自由 不受时间的捆绑 同时实现我们的财富自由 以上是我们传统的 三种创造财富的方式 大家可以就看出来 这三种模式当中 包含了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第一个是时间 第二个是人力 第三个是金钱 那我们在想 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 都是24小时是有限的 我们每一个人 你再是 坚强力壮 再怎么精力充沛 一天最多集中 注意力工作 十个小时 我们每个人的金钱 也是有限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 有一个什么系统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平台 可以把这三个元素 都给它放大 如果这三个元素放大 我们赚钱的范围 是不是就更大了 其实这个问题 不光我们现在思考 在几十年前 美国的第一位 亿万富豪 Job Gattie 就想过这个问题 他说过这样一句 非常有名的话 叫什么呢 就是说 我雇佣 一百个人 每个人拿出 百分之一的时间 为我工作 为我创造财富 远远大于我一个人 百分之百 拿出的时间 创造财富 他这个理念 借助别人的时间 借助别人的能力 来帮助他创造财富 这样一个创造性的思维 也让他成为美国的 第一个百万富翁 那我们在想 过去可以罢时间 可以罢财力 可以罢金钱 即合在一起 那随着科技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随着互联网的更加的普及 以及AR技术的革新 我们有没有 更好的突破方法呢 答案是肯定的 这种方法呢 就是借助平台的力量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分享经济 我们看一看 经济形态的发展 从农业经济 到工业经济 到信息经济 一直到现在的共享 21世纪的共享经济 我们借助互联网的发展 借助这个平台的发展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把我们个人 微不足道的力量 财力 放在这个平台上 通过这个杠杆的原理 实现牙签翘地球的力量 这也就是说 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但是我们借助正确的平台 就可以实现这个杠杆的裂变 那如果我们想要实现 杠杆的裂变 它至少要有三个要素 三个要素包括哪些呢 就是说首先 这个要素我们要帮助自己成长 当我们在帮助自己成长的时候 我们可以汇集达人 帮助他人成长 我们大家 星星点点的力量 组成一个庞大的力量 解决我们社会 或者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痛点 当我们这个痛点越大的时候 我们发展的前途 发展的潜力就越大 那我们再想一想 当你在汇集集人 又可以帮助社会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会有一个 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 这就是我们说 我们来到了当下最流行的 分享经济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要刷住这个机会 我们说分享经济有三大资助 一说到分享经济 我们肯定就会想到 就是Uber AirBnB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是通过平台的运营 来实现财富的累积 我们都知道 Uber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租赁公司 但是它没有一辆自己的车 AirBnB是全球最大的 叫hotel租赁公司 但是它没有自己的一间房子 他们是怎么实现财富的裂变的呢 它主要有三个平台和资助 第一个就是说要有平台 就是说Uber还有AirBnB 它有一套开发完整的这样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在这个软件系统上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跳上去 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创业者 所以这次第一个资助是平台 第二个资助就是参与者 参与者就是你 我 我们每个愿意分享的人 打个比方 我家有一间闲职的房间 我可以把这个房间挂在AirBnB的那个网站上 就可以把我这个分享经济给它分享出去 我如果今天开车去洛杉矶 车上就我一个人 我可以在Uber的平台上来分享 有人可以搭乘我的车 那我就可以赚到这个钱 这是参与者 就是你我他 我们手上有资源的人都可以参与 第三个就是系统的力量 我们知道来到这个平台上的人 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教育程度 不同的家庭 那我们每个人的话 又想在这个平台上赚到钱 是不是大家都要接受统一的培训 大家在不断的成长 因为只有你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够复制你的团队 才能产生裂变 才能产生最后的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管道收入 那我们就说经济发展到现在 是分享经济的 是分享经济 分享流量的时代 那什么是分享经济 我们就要和之前的过去的生意模式做一个对比 过去的传统的生意模式都是B2C 就是business to customer 我是一个商家 我只要把我的产品卖给我的客户就行了 那这个时候我的目标就很清晰 我只需要增长客户 我的利润就可以增加 他在不断的开发他的客户数量就可以了 但是呢 分享经济的话呢 他有几个 这个模式的话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消费者做成创业家 做成用家 也就是say to be to see这样一个过程 打比方 我加入SREIT公司 我买他的产品 我就是一个消费者 但是我一看这个产品也很好 平台也非常的棒 我把它分享出去 建立我自己的分享团队 建立我自己赚钱的模式 我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一个B Business 我就变成了一个 从一个消费者变成了一个消费商 我参与这个公司的盈利的分红一部分 我不再是简单的给这个平台投钱 花钱 我可以从这个平台赚到钱 当我在这个赚到钱的时候 我也可以分享给更多的customer 这样就形成了C to B to C 这样一个循环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想创业 因为创业的话 我们刚才看了 是比打工 是更快捷的这样一个赚钱的方式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 一直不敢创业呢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 没有很多的钱 我们承担风险的能力又很低 所以这也是两个阻碍 我们创业的一个因素 但是分享经济 就可以让你最低的投资 你花你本该花的钱 和最低的风险 因为你没什么风险 我又没有库存 我也没有物流 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把这些产品 用在我自己的身上 所以他就可以创业家 在最低投资 和最低风险的情况下 可以实现轻松的创业 第三 当我们这个新科技 新科技的这个产品 我们使用以后 我们觉得非常好 我们只需要把它 分享给我周围的朋友 我不需要承担物流 金流 我不需要承担这一切的售后服务 不需要承担研发的这种压力 分享给我的朋友 就会产生经济利益 就会产生价值 所以分享经济 它这个模式 是一个三营的模式 用家 消费者 他拿到性价比最高的消费产品 创业家 他是用最低的投入 最低的风险 承受力 来做一个轻资产的创业 平台供应商 他通过我们 客户 再通过 我们成为他的代言 可以迅速的扩大 他的市场占有率 提高他公司的运营成本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分享经济的几个特征 那我们来看 分享经济的话呢 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 都是你可以选择这个平台 Uber 你也可以选择Airbnb 但是呢 在3的话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 就是大健康的生物高科技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3 然后呢 他的参与者就是 你 我 他 我们每一个热爱健康 珍惜自己身体健康的人 然后第三个就是系统的力量 3公司有一个Spark Global 他每一天都会有全球的线上培训 你可以拿到这个所有的 你经营这个生意要学习的知识和技能 而且呢 3公司我们说 他是一个未来非常有可能成为独角兽的 这样一个新资产创业的机会 什么叫独角兽企业呢 我们都知道 你如果观察这个经济的发展 就会发现每过几年 由于科技的进步 就会有一些新的独角兽企业 出来 这个独角兽企业的话 就是你在过去四年或六年的时间内 你实现了销售额达到一百亿美金 这叫独角兽企业 那我们想 3公司是未来独角兽非常非常 强大希望的这样一个商机 如果3五年以后 六年以后成为独角兽的这样一个行业老大 我们在这个3的平台上 是不是就是承接东风的力量 把我们这个创业达到了一个最高的深度 因为我们参与了一个独角兽的创业的商机 我们就有资格和能力拿到独角兽的丰厚的分红 我们来看一看 为什么说3是一个独角兽发展的这样一个企业 我们公司的名字叫3 International 它是2023年5月在美国犹他州新成立的一个公司 目前分公司在香港 印尼都有分公司 这是我们的团队 最左边的是Daniel Pickle 他是我们的共同创始人和CEO 他是一位有全球战略 他是一位有全球战略 一个全球创业家 这样一个非常有大爱的一个领导人 然后中间这位是Daniel Pickle 他是我们的首席科学家 他每一天都带着他的科研团队 在全球帮助我们找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最先进的科技营养品 来为我们经销商拓宽市场保驾护航 最右边是Troy Mall 他是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他负责我们全球市场的物流金流 为我们的前期的创业 然后提供最坚实的保障 Troy公司的话是一个全球的创业机会 他第一阶段的市场 包括美国 加拿大 大中华区 日本 泰国 越南 菲律宾 澳大利亚等 大家看一看 我们第一阶段的市场 就包括加拿大 日本 澳大利亚 这些都是对保健品市场 极其严苛的国家 我们第一年就可以进入他们的市场 说明我们的产品 科技足够强 质量足够硬 否则的话 你像日本的市场 澳大利亚的市场 加拿大的市场 怎么可能让你随便这么轻而易举的进去呢 这完全就得益于我们的科学顾问委员会 在Docdan Google的带领下 我们有全美最顶尖的各个行业的医学博士 他们参与我们公司产品的研发 同时更重要的是 他们会对我们的产品进行第三方临床的测试 确保我们的产品在科技的先进性上 还有它的应用领域上 还有它的临床实验上 都能达到目前营养界最高的水准 我们科技有三个特点 第一探索 我们都知道全球有60万种植物营养素 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营养素 开发出来被人体利用 我们公司就是探索那些自然界 本来就有的植物营养素 然后拿到我们的实验室 通过我们高科技制作提纯技术 再加上我们16项专利技术 让我们的细胞进行有效的吸收 和高强度的生物利用率 我们的产品可以达到 普通有机营养素吸收的 三倍四倍七倍八倍九倍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这些植物营养素 在到达我们身体之后 经过这种高科技的配置 让我们的吸收率可以提高这么多 我们是不是花同样的钱 你吸收的多了 然后是不是就从性价比来说 是最高的 同时我们的产品 也是有可能就开发出来 目前没有被发现的植物营养素 加上我们的专利低送技术 是不是就成了专利产品 专利产品在市场上 是可以拷贝的 我们作为经销商 拿到独一无二的专利产品 我们开拓市场 是不是就底气很足 我们是全球仅有的 这是我们的科技和技术 我们公司一共有七款产品 这七款产品全部被列在PDR 这个官网上 PDR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医生开药宝典 美国几百万医生 他们每年在给他病人 在开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时候 我们公司的七款产品 就在非处方药那一个行列 在全美国有两千家左右的保健品公司 只有不到1%的这些公司的一款或两款产品 被选入到PDR这个官网上 但是斯瑞公司的产品 七款七款全部都在这个PDR上 也就是说从PDR这个权威的机构 确保了我们公司的产品 是符合高科技的 是符合能够在45分钟内进入血液进行治疗的 是有高的疗效作用的 然后是高科技生物配置的 所以才会进入这个权威机构认可 我们公司不光有这个自己的这种科研 我们自己说我们的产品有多好 那很多人就说你们是王老二卖瓜 自卖自夸 我们不是这样 我们除了自己有科研以外 我们还有第三方的临床研究 这个第三方实验室 把我们的细胞吸收研究 把我们的表观遗传学研究 把超氧化研究 都做了量化的对比和指标 在这个同行业 是没有任何一家公司 是可以做到保健品的要求 是按照药品的要求来执行的 实锐公司是全球第一家 我们实锐公司的话呢 保健品系列的话 目前有六款产品 我们从左到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款产品叫Vitali 我们叫营养供应者 我们都知道 其实天下就一病 什么病 就是细胞生了病 细胞为什么会生病 因为细胞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能量 它就会生病 我们这款Vitali 它包含72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确保了你细胞需要的所有的营养素 而且它是小分子 大配方 负方配方 如果你单独补一个钙 维生素B 它单品的吸收率会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我们这个负方结构 它的营养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它的效果就起到1加1远远大于2 甚至大于10的这样一个吸收的效果 这样的话 一小包营养素可以让你的细胞 每一天都保持精力旺盛 都保持着这个特别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 第二款产品的话呢 叫Revive Revive它的主要成分是姜黄素 姜黄素在人体当中是非常非常难被吸收的 一般有机的吸收率也只有在10% 但是我们公司的科学技术可以做到它的三倍以上的吸收率 这个姜黄素的话 它对于人体的有菌性发炎和无菌性发炎 有着非常非常强的抑制作用 我们都知道这种发炎叫九年臂癌 你身体发炎多了就会容易引发癌症 这个姜黄素就可以把你这些严重大大的消除 同时这个姜黄素也可以对你的骨骼的骨骼的痛痛 关节的痛痛 肌肉的酸痛 这些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消炎和止痛的作用 这呢就是我们这个叫Revive 然后中间这个叫Emmel 我们的Emmel和其他的免疫力的区别在于 我们是平衡先天的免疫力和后天的免疫力 让他俩你既不过低也不过低 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是最好的保证我们身体的防御和抵抗技能 同时我们都知道 肠道是人体的第二大脑 是人体的免疫力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 有很多的有益菌可以帮助我们人体的肠道保持健康 肠道保持健康的话 你的整个免疫系统也会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第四个的话我们叫排毒 为什么叫排毒呢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随着现在这种种植植物的 叫黑科技 我们叫黑科技吧 过度的农药施肥 过度的除虫除害 污染的水以及污染的空气 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让我们身体里就会有很多这种毒素和重基础产生 当这些毒素产生的时候 日积月累就会阻碍身体的滤细化 就会形成淤堵 就会形成肿瘤 所以我们都说无毒一身轻 我们这款产品的独特性在于我们是用纯植物的排毒方法 帮助你的五脏进行排毒 帮助你的肝 肺 肾脏 结肠 皮肤 进行全方位的排毒 这是这款排毒产品 然后这个紫色的叫Eternal 成生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强的防癌 抗癌 抗氧化 最好的一款产品 所以叫它成生者 就是说重新给你赋予生命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它可以抵抗自由基的突变 它在让自由基 阻抗自由基的突变的同时 它还可以惯性 人体内的长寿基因Citrus 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 它这里面的主要一个成分就是白利卢醇 白利卢醇就是葡萄皮上的那种白色的物质 它这个一小袋里面呢 还有白利卢醇是200毫克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吃这一袋 白利卢醇相当于我们喝了200瓶红酒 因为一瓶红酒的白利卢醇的含量 只有一毫克 所以这款产品的话 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让细胞更年轻 更有活力 最后一款的话叫Cology 我们都知道Cology的话 它分为一型胶原蛋白 二型胶原蛋白 三型胶原蛋白 目前市场上基本上能做的 只有一型和二型胶原蛋白 但是斯瑞公司的产品是 一二三型胶原蛋白 全部包括 一型胶原蛋白 可以让我们的皮肤 让我们的指甲更健康 更坚韧 二型胶原蛋白 可以让我们的骨骼的韧带 然后软骨组织更加的柔滑 更加的有弹性 三型胶原蛋白 是我们血管壁上的那些毛细血管 更加有弹性 更加有张力 保护了我们的血管 还有心脏的这种弹性 让我们的血管壁更健康 更有弹性 这是我们以上的六款产品 接下来的话呢 是我们全球世界首创的一款 VASAGE 就是神经美容精华 VASAGE这款产品的话 是目前世界独一无二的产品 中国是在2024年5月份 刚出版了一个神经美容护肤白皮书 但是我们公司在今年的8月16号 这款产品就已经生产出来了 它的原理是这样 当我们把精华附到脸上的时候 我们皮肤下面有很多的神经元 这个神经元就会把这个信号 和我们大脑皮层下面的信号连接起来 让我们产生多巴胺 内非钛 血清素 让我们有快乐幸福平稳的感觉 当这种感觉又反过来滋养我们的皮肤 让我们的皮肤容光焕发 同时可以把你的细纹扶平 可以拉伸你的皮肤 这是世界首创的一款 所以十瑞公司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业务运作系统 我们提供最完善的平台 提供最完整的系统培训 我们的系统培训包括英语 西班牙语 包括粤语 包括普通话 你想要的任何一种语言的培训都可以 同时我们也有很多的工具 无论是在Instagram 还是在Festbook 还是在YouTube 还是在You库 只要在那个国家有互联网的 有互联网存在的地方 你都可以登录到我们公司的网站上 去了解这些信息 去了解公司发展的方向 那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我们怎样才能从里面拿到财富呢 我们有五种方式来赚取我们的利润 第一种方式叫分享奖金 当我们把SREIT这个平台 分享给我们的合作伙伴时 他们加入公司就给我们代言费 一次性奖金给我们 根据他加入不同的套餐 奖金比例也不同 这是第一部分收入 第二部分就是消费积分奖金 我们每一个产品 它除了它的价格以外 还有它的点数 有30点的 有60点的 有70点的 每消费一个产品出去 它就产生消费积分 这个就像我们去九九大华买菜 或者是去沃尔玛买菜 你去那边的消费 你就产生积分 唯一区别不同的就在于 九九大华和沃尔玛 你的消费积分只能是你们家的 你只能用你这个消费积分去换钱 但是我们斯瑞这个平台的话 你推荐的任何人 包括你推荐的下面的任何人 无限带的消费积分 都可以链接到我们这个系统当中 它是跨越国界的 没有任何限制的 可以无限的链接这种积分 当你的积分积累到九百点的时候 它就给你30美金的这种奖金 封顶是每个月10万08千美金的 这样一个收入疾风对碰 第三部分是管理奖金 当我介绍一个合作伙伴 来加盟史瑞的时候 公司就认为 我帮他带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销售团队 那他就是我的第一代 接下来他推荐的人 就变成我的第二代 所以公司就会给我 第一代的管理奖金是30% 第二代的话15% 以此类推 这样的话就会帮助我们 不断的帮助团队 不断的实现裂变 不断的帮助更多的人 这样才能够实现从C到B到C 从B 这不停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把我们的这个消费渠道扑通 就实现了我们的永续被动收入 第三 第四部分是全球飞空 当你的业绩达到四星或四星以上的话 你就可以拿到全球3%的销售业绩的分红 第五个就是全球方的分红 就是原始股东分红 你只要加入这个套餐 就有全球2%的销售业绩分红 你有这么好的平台 你有两种参与的方式 第一种成为消费者 第二种成为全球业务的拓坛者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选择了实力平台 那你肯定会消费它的产品 既然你已经钱也已经花了 为什么不作为一个转变 思维的转变 我只需要把这个消息 好消息分享给更多的人 你就有机会成为全球的业务拓坛者 你就有可能建立自己全球的商业网络 为什么不呢 你没有丝毫的损失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转变你的观念 那加入实力公司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注册成为品牌大使 你只需要30美金 第二步选择适合你的套装 它有四种不同的选择加入方式 我们都是建议加强版创始源套餐 2800美金这个套餐 为什么呢 因为你加入了这个原始创始源套装的时候的话 你就享受了它全球原始股东的2%的销售业绩的分红 我们前面刚才说了 什么叫独角兽企业 就是在过去六年里可以达到100亿美金的销售 大家想一想 如果斯瑞公司几年以后成了独角兽企业 达到100亿销售美金的销售美金的这个 然后拿到2%给全球的股东分红 你自己想想 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原始股东 你是不是就发了呀 我们想一想 淘宝现在的十一大罗汉 有几个人出来工作 没人出来工作 因为他们就是当时的创始会员 他们已经实现了这个被动输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商业价值的这样一个点 好 我大概分享了一下这个斯瑞公司 现在呢 目前大家也都知道 经济下行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商业机会 找到一个改变的机会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一想 也可能这个机会也在找你啊 你今天在这个平台上听我分享 绝非偶然 你一定是 你和斯瑞有缘分 也一定是上天给你开了一扇窗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打开心扉 去接受这个机会 去拥抱这个机会 当然这个机会不光我一个人看到 我们斯瑞全球的很多合作伙伴 他们都看到了这个商业的机会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会有请两位亚太区的分享者 还有一位美国的分享者 来给大家分享 他们在斯瑞看到了什么 以及他们在斯瑞想得到什么 那请允许我来介绍第一位 他是来自中国台北的Summer 他是一位传统生意的老板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首先感谢系统给我这个机会 来和大家一起学习 我是Summer 来自台湾台北 我和先生呢 从事餐饮业 我们家是台湾最老字号的 日本料理店之一 我们是二代经营 婚前我在航空公司担任空服员 后来认识我先生 因为当时餐厅要开分店 所以我辞去我最热爱的工作 回到地面 帮忙他一起打拼 大家都知道 餐饮这一行是非常忙碌 而且压力非常的大 生意好 担心无法附和做不来 生意不好 也要担心房租水电薪水 种种开销 没有着落 好在我的公婆在50年前 台湾经济刚起飞的时代 插足餐饮店占了一个好位置 用台湾人一步一脚印的精神 奋斗 奠定了我们今日小小的成绩 然而这几年因为疫情 人们的思维似乎也改变了 同时呢 也影响到我们餐厅的现况 员工们纷纷退休离职 我们刊登真才广告 竟然一年多都找不到一个 适任的员工 于是我自己卷起了袖子 一个人当好几个人在用 事事都得亲力亲为 我做到全身酸痛 做到足底肌膜炎 我做到每天眼睛一睁开 我都不知道今天是几号 我常常也在想 这是我要的生活吗 这样的日子我还要过多久 我想要改变 我想要找寻一个新的方式 能够让工作家庭 自我达到平衡 我不想一辈子都被跑在店里 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更精彩 当我的好友Wendy跟我分享 King打造一个全新的平台 我毫不犹豫就加入了 因为我知道King 他是业界的传奇人物 而先机就是商机 机不可施 话说五十几年前 我的公婆创业开店 就是没有高人指点 靠他们自己摸索 绕弯路 才达到今天小有名气的一间店 而今日在这个平台 有人交 有人带 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是全世界No.1的King 带着一群已经在这个行业里 成功的创业家 用验证过的系统 手把手 带着我们一起向前行 我心想 那我肯定速度会比我的公婆 要快上很多 餐厅是公婆毕生打造的心血 身为长席的我 依然协助我先生经营餐厅 而这个平台 让我再不影响 我目前的生活之外 又给了我一块可以发挥的空间 在这里 我感觉自己对生命 重新点来了热情 我的先生呢 他也十分的支持我 因为他看到我们这个平台的速度 远远的超越传统的生意 有提前让我们退休的魅力 我很开心运作没有多久 我就赢到了公司的奖励旅游 上星期 我刚从巴塞隆纳回来了 在旅游的期间 我看到我们的老板老板娘 亲切的跟每一位伙伴打招呼 对于大家的要求和影 通通都来者不拒 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我也结识了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领域的佼佼者 里面竟然还有建桥 清华大学的教授 真的是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想想当初我如果不愿意改变 今日又有怎么这个机会去结交这么优秀的朋友呢 从他们的身上不但学会了很多运作这个生意的技巧 更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的human skill 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当空服员的生活 边做边玩边赚钱 还可以到处旅行 太开心了 我觉得我找到了我这辈子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 因为产品我的足底筋膜炎也获得大的改善 我现在一个星期可以穿三次漂亮的鞋子 我不用再每天都穿着球鞋了 在这段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我也找到了我人生下半场的志业 关怀分享以及共好 我相信这个全新的平台 绝对会让我的人生下半场更有看头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Jolin姐 谢谢大家 谢谢Summer的分享 感谢这个Summer的平台 可以让我们女生自由地在高跟鞋和平底鞋之间 自由地切换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美国的丽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丽丽波 我是祖籍寺山东人 我生在韩国 长在台湾 88年嫁到美国 我抱着美国梦 来到了美国 想要得到更美好的人生 我的梦想一呢 就是想要老公一家人做传统的餐馆 好大的投资 时间 金钱 好累 好多的投资 但是呢 他的收入绝对不成正比的 我心里想 希望能够帮助老公 不要那么辛苦 就可以赚到钱 我的梦想二呢 就是希望孩子长大期间 或是我的父母老去期间 我能随时伴在他们的身边 我有金钱跟时间的自由 这是我两大梦想 但是呢 从小我就体弱多病 再加上呢 成长期间太多的贪粮 在台湾的时候 一直都是拿冰当饭吃的啊 身体一直就处在这个亚健康的状态 所以呢 对健康的养生方面呢 我就一直就特别感兴趣 也从事了一些不同的公司啊 我也一直在这方面就研读学习 也同时做了相关的这个健康生意 一直到现在 我在去年的三月 二三年的三月呢 我接触到三公司 非常的感恩 现在回头想一想呢 这都是上帝的安排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只是吃产品而已啊 五个月之后 就是去年的九月的时候 我患了二十八年的这个高血压 竟然明显的改善啊 而且降压药也可以停吃了啊 我都不敢相信 因为一大部分的人 是不是觉得 降压药要吃一辈子的嘛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但是在去今年的 这个二四年的八月的时候 我有幸参加了这个 我们总公司的三国际公司 总公司的这个犹他州的年会 在年会当中呢 我看到了与会者 90%以上全是白人 我以为就是一些华人玩一玩 我一去看到这么大的场面 还遇见了这个十位科学家 亲自在台上演讲啊 讲他们对公司的愿景啊 对人类的大爱 让我泪流满面 我哭了两整天啊 因为我知道 人类的健康啊 有旧了 有旺了啊 然后大会当中啊 公司又发表了新产品啊 就是神经美容护肤品 就是Visage Neurocosmetic Serum 这个产品 对我这个六十出头的人 来得太及时了 因为我正在寻找啊 可以达到医美效果的产品啊 因为大家知道 韩国人都特别特别爱美的啊 你去做个头发 美容院都可以帮你医美的啊 那更何况这个新产品呢 竟然被列为 美国医生处方书里面 PDR Book里面的这个产品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啊 跟三国际公司啊 认真的合作 并且把公司主动式的健康理念 和科学家们的梦想啊 希望通过我能够传到世界各地 让更多的人啊 健康快乐 我最后离开大会的时候 我指着舞台啊 跟我们老板 还有十一个科学家 我跟他们决定啊 我说我一定跟你们好好合作啊 因为我的健康改善了 我也变得更加快乐 年轻活泼了 我对这个宇宙呼唤啊 希望更多的人呢 因着我们的爱心分享啊 得到真正的健康 美丽 美丽 享受 跟美好的人生啊 最后我来 因为我是韩国出生的啊 韩国的这个化妆品的老板 曾经教过我这个 因为他们都天天涂涂摸摸 韩国女人都很爱美嘛 我在这里话一分钟 跟大家分享啊 怎么样正确地使用我们的精华液 好不好 这个精华液 我最爱的精华液啊 这个精华液呢 如果没有使用对的话 它达不到真正的效果啊 就是说 洗完了脸之后啊 皮肤还没 我是洗两次脸的啊 这也是护肤品老板 公司老板教我的 我洗两次脸 洗完了脸 脸是有水分在脸上 然后呢 我就先涂上这个化妆水 跟这个精华液啊 不化妆水跟这个喷雾水 随便什么牌子都没有关系 化妆培根水跟 喷雾水喷上了之后 脸是湿湿的状态 我就把这个擦上啊 把我们的精华液啊 神经美容护肤品 我两滴擦右边 两滴擦左边啊 这样擦完了以后 不要就这么放着 一直让它 因为我们是水溶性的啊 所以说很快会被吸收 你就连水分一起这样 按摩到它完全吸收 之后我才开始 擦我的第二种的精华液 我都擦两种精华液啊 然后呢 再来用lotion了 再用sun cream啊 把它擦完 就这样子 然后再化妆 但是最后一步 化妆之后 一定再喷一次 这个喷雾水啊 这个mist 英文叫mist 中文叫喷雾水 我发现韩国的所有的美女包包里面 每个人都有这个喷雾水啊 希望大家随时补水 OK我们年纪大了啊 要补水 你当你感觉干燥的时候 赶快补水 然后呢 还有啊 呃呃 那个呃 真的所有的美女都在补水 什么牌子都没关系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丽波姐 呃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有请来自中国的贺静 来给大家分享 九令啊 刚才听了丽波姐的分享 我迫不及待的想去用我们的massage了啊 呃 大家好 先生的朋友们 呃 我是贺静啊 那现在呢 我是在洛杉矶 向全球的伙伴们问好 也很久没有见到九令了 我看到你后面那个钢琴 就想到我的前半生 我的前半生呢 就是跟艺术 跟音乐有关的 我14岁开始学钢琴 20多岁呢 我学古琴 可是呢 我觉得我一直在艺术的这条道路上去奋斗啊 直到我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呢 我去到了人人都羡慕的电视台 可是哪怕我在电视台工作几年 我也不开心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什么 我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在想我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或者我成为一个演奏家 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小概率事件 所以在这样的人生当中 我一直在20多岁 我就创立自己的公司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 敢于突破自己的人啊 哪怕学艺术 我想去创业 我想去自我的成长和自我挑战 可是呢 大家要知道一个学艺术的人 他没有任何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导师 在引领你的时候呢 你会有的时候真的撞得头破血流 直到我有了孩子之后呢 我成立了自己的艺术学校 这一干 14年 可是大家知道吗 我的初心是想让自己的孩子 赢在起跑线上 我从教四个老人家学钢琴开始 直到我的学校有了四间学校 直到我的学生有了一千多个学生 我后来发现 这一切都是我在用自己牺牲掉自己的时间 然后呢 我所谓的梦想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有一天给我最大的触动是 当我的孩子哭着喊着要跟保姆回乡下的时候 那个重机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 我是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妈妈 所以呢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突破 就是我在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呢 我像九龄一样带他去留学 带他去 我想要把自己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我要去找到一个自己的这个突破点 我很庆幸在十年前啊 跟线上的所有朋友一样啊 我通过这个网络 我知道了一位就是Kim Hui女士 那我也是在不断地跟她学习当中 那么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呢 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突破 我在通过跟她学习两年呢 我真的实现了人们常说的时间自由 财富自由和精神的自由 所以呢 因着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在去年的时候啊 我的好姐妹Chloe呢 告诉我Kim又重新出来了 那个时候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兴奋 我说如果对我来说 我等了十年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一定要好好的抓住 那如我所料啊 这一次呢 我真的非常的庆幸 能够在Kim的身边亲自的 在聆听她的很多的教导 我们经常在说 就像刚才900讲到的 我们如果用时间去换钱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 能够把它叠加在一起 是不是我们这个创业的可能性成功 的几率更大呢 我想表述的是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平台 有人教有人帮你 有人带你 特别是像我们很多的领袖 都冲在第一线 我们在自己没有时间的时候 他们都在第一线的最前线当中 我们这个事件呢 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大概率事件 所以我想说 线上的所有朋友 不管你有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 我虽然在这个行业 时间不长也不短 有十年时间了 我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只要大家跟随这个系统 我们一步一步的化解成谍 每个人都能拿到自己想要的成果 不管是自己的年轻漂亮财富 或者是你想要的精神自由 那最后呢 我想我想说 在今年呢 2024年 两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 是因为生理学和医学奖的 这个关于表观遗传学的 这个方面的建树 而大家知道吗 我们丹博士在去年的5月份 已经把表观遗传学这个概念 把他商品化应用到全球 让更多的伙伴们受益 所以亲爱的伙伴们 我们每个人都有 这个追逐梦想的这个理由 而且每个人都能够在 SURY的平台去发光发热 成为一道光 照亮周遭所有的朋友们 好 我的分享到这里 由于时间的关系 谢谢酒令 谢谢先生的朋友和伙伴 谢谢三位嘉宾的分享 也感谢屏幕前的你 花这么多时间和我们一起来 聆听这次商业分享会 我们都知道 创业不是先有钱 而是先有眼光 先有胆量 看到机会能抓住 所以我希望屏幕前的你和我 我们一起联手 让我们抓住SURY这次 也许我们生命当中 唯一一次可以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 让我们一起在SURY共同的成长 实现我们所有的梦想 谢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